那今年5月 斯里兰卡在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 办一个魏塞节的活动 纪念释迦牟尼佛圣诞 我就邀请澳洲这些宗教代表 每个人做了充分准备 在这个活动当中向大家报告 介绍 托文巴宗教团结活动的成果 带动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是标准的多元文化城市 都是从外面移民过来 土著很少 现在居民十二万 有八十多个族群 有一百多种不同的语言 十几个宗教 所以真正是多元文化 大家住在一起 住在这个小城 像兄弟姐妹一样 真正做到了 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互相关怀 互相照顾 互相关怀 互相照顾 互足合作 像一家人一样 真的相亲相爱 不分彼此 互相关怀 互相照顾 把每一个宗教经典的教训 统统落实了 这一种相亲相爱 是每一个宗教里都说到的 而且都把孝顺父母摆在地位 基督教圣经里都有 说明宗教是可以团结的 宗教要回归教育 宗教要互相学习 宗教可以化解一切冲突 宗教带给世界 和谐安定 这个效果 看到了 我们希望这一次联合国的活动 会很有成就 有一个十番城市在来 希望大家去考察 希望大家去参观 去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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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